没想到 还心怀旧情 比你强啊 今日酒喝的实在太多了 如夫人聚聚都往那儿引 我就又长醉不行了 我这还没生气呢 你倒先装起来了啊 你还没回答我 到底为何对一个区区小力如此伤心 这局啊 夫人 陛下现在最为担心的就是宗族将军们的势力如此之大 唯一能与陛下解忧的就是再有一致力量与之抗衡 那就是士族的力量 那你可以借助催循那样的士族大家的力量与之抗衡啊 他们不信司吗 重大于夫人 也只有十招儿两个儿子 重大要的是学生 这些寒门精英 就是明日的朝堂东亮 这都是曹皮让你做的啊 陛下虽伤不说 她心里都心之肚明 她要的就是我 替她与宋族对抗 那她为何还要派那个女人来我们家 黑白双子的博弈 如果把黑子去了 白子就做大了 陛下 要的是权力之河 任何一方做大 都不是她所乐见的 那我得杀了他们 不能 白灵云不是天流 陛下 也不是曹梦德 不过 夫人当日杀了田柳 没有后患 那是因为曹孟德有冤少之外患 不暇顾忌 可此时 陛下的眼睛紧紧盯着我 可谓是专心执致 优雅 到家了 夫人要拉重大棋来 你都喝成这样了 还要做走马灯吗 按理说 应该去西院转一转 当然 这全要听夫人的意思 看来今天不用去了 人都转到前院来了 老爷 夫人 你们留 何事啊 老爷 妾有要事禀告 请老爷移不知妾的房内 就这说吧 没外人 我这都成外人了 老爷 老爷 请借一步说话 且真的有要事禀告 你这点心思用来争男人 可真是大财小用啊 好心当做驴肝肺 我们家姑娘根本用不着争什么 既然张夫人你不想知道郭贵平 因为你被打入冷宫的事儿 校园 别说了 你说什么 把话说完 阿赵怎么了 郭贵平 不肯放弃与夫人之间的姐妹情 老爷在陛下面前 就永远做不了可以被信赖的忠臣 她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下去 我之所以要避开夫人 是因为一旦在夫人面前说了 就应了郭贵平 与夫人甘政的罪证 就会害了郭贵平 懂了 去吧 你先退下 别算了 阿赵怎么回事儿 不知道 她说被打入冷宫了 你快去问问哪 好 来 姑娘 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为了测试郭贵平的忠心 命郭贵平亲自下达 让老爷休妻的圣旨 郭贵平为了自己的姐姐抗旨了 这陛下不是已经一日两下圣旨 我家不已经让姑娘进门了吗 这仅仅是为了我吗 陛下看到郭贵平对她姐姐的真情 也看到了老爷跟夫人之间的真情 这两份真情 有可能使得郭贵平 对老爷跟夫人言听计从 成为老爷干政后宫的把柄 老爷你可别忘了 是你建言禁止后宫干政的 而如今你也成了半个外妻 姑娘所言极是 再者曹真在今日 向陛下献上山羊宫留邪的两位公主 府一入宫就同封贵人 想必郭贵平以后在宫里的日子 只会更加难过 司马懿从未有依赖夫人 借郭贵平干预朝政之心 望凌云姑娘在陛下面前十言相告 借陛下心结 凌云姑娘有上达天庭之便 还望姑娘在陛下面前多多周旋 一届国贵平之位 妾人为言轻 妾又怎敢去干预陛下的家事呢 这不单是陛下的家事 这也是你我的家事 姑娘曾言道 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 凌云 与我不见外 那老爷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老爷 老爷喝多了 快扶到屋里去吧 来 老爷 快点 妾逗老爷的 妾虽然区区测事 却不至于用这种方法留住男人 老爷若累了 就早点回房歇息吧 郭贵平的事 是妾会经历一室的 妾先退下 走吧 差不多行了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走了 干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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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懿 真如你所说吗 是 那朕 还能相信你吗 能 因为一旦陛下发现 妾偏袒司马忠诚 无法对陛下效忠的时候 就会让妾离开她 如今 这是对妾最大的惩罚了 她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吗 能够让你 设身忘死 陛下应该比妾更清楚 那个人 有什么样的力量吗 朕当然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力量 这时 朕希望能够相信他 一直相信他 好了 朕知道了 送白夫人回去 这时 顺便把国贵品捡回来 是 陛下 夫人 对了 对了 感谢观看